畫面中的是台北市萬華區 某國小棟的簡石器畫面 當時正值上學時間 卻有心機詭異帶刀的男子 在附近遊蕩 嚇壞不少學童和家長 由於男子當時在校門口徘徊 身上有帶把刀 雙手燃油寫字 警方獲報後 第一時間不敢大意 就將他壓制在地 基於最近一連串的校安事件 家長跟我們同仁 都相當的有警覺性 立即就通報 我們現場的同仁來做處置 男子當時攜帶的刀 就是這把長達30公分 非常鋒利的生魚片刀 還好警方第一時間將他給制服 才沒有傷及學童 但也讓國小師生家長 暴受驚嚇 記者張俊惠 徐漫家 台北報導